各位同学大家好 下面我们学习本章的第三节 暂时性差异 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很多资产负债 它的暂时性差异 也就是扎民价值与积税基础两者之间的差异 这一章我在讲课时有这样一个特征 我们在第一节里面就花了很多时间 讲了一下有关所得税会计的一些原理 包括它的程序 然后在第二节里面 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 讲了有关资产的积税基础 负债的积税基础 我不仅给大家讲了资产的积税基础 负债的积税基础 同时也给大家讲了 积税基础算出来以后 与账面价值经营比较 是形成因纳税暂时性差异 还是可理扣暂时性差异 也就是说 其实我顺带着把第三节的内容 给大家分析了很多 同时我在第二节里面 还进一步分析了 有关地盐所得税资产 地盐所得税负债 因纳税暂时性差异 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 可理扣暂时性差异 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实际上也就是说 我把第三节和第四节的内容都联系起来了 因此我们到后面 第三节包括第四节 很多内容都在前面讲到了 因此我们后面学习的进度 这个速度可能更快一些了 好了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第三节的内容 包括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因纳税暂时性差异 第二个是可理扣暂时性差异 这两个都讲过了 主要是讲第三个 特殊项目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首先看第一个 因纳税暂时性差异 我们前面其实讲了很多 都是通过举例子来理解它 并没有给大家哪个名词解释 我们不需要名词解释 我们需要的就是理解就可以了 下面在这儿呢 出现 终于出现它的名词概念 它的名词解释了 因纳税暂时性差异 是指在确定未来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时 因纳税所得额时 将导致产生因税金额的暂时性差异 其实这种解释啊 没有我前面给大家说的那样清楚 通俗 我们前面讲的什么叫因纳税暂时性差异啊 那就是本期纳税调节少交税 将来要纳税调增多交税增加未来因税所得 所以称之为叫未来因纳税暂时性差异 那么这种因纳税暂时性差异 对资产来讲 当资产的粘迷价值 大于其积水基础产生因纳税 对负债来说 反的 当粘迷价值小于积水基础产生因纳税 比如这种罕见的情况 如刚才提到了叫交易性金融负债 其他几乎没有 好 这是因纳税暂时性差异 我们就讲这些就可以了 因为前面列举了很多例子 下面再看第二个 可理扣暂时性差异 所谓可理扣暂时性差异 是指在确定未来收回资产 或清偿负债期间的因纳税所得额时 将导致产生可理扣金额的暂时性差异 刚才讲因纳税暂时性差异 是导致增加因税所得的暂时性差异 本期少交 相当要多交 那是因纳税暂时性差异 现在我们所讲的可理扣暂时性差异 那是本期纳税调增 将来产生可理扣 将来可以体检 所以称之为叫可理扣暂时性差异 那么可理扣暂时性差异 一般产生于这样两种情况 一 私产来说 张便价值小于积税基础 产生可理扣 对于负债来讲 当然张便价值大于其积税基础 产生可理扣暂时性差异 这种情况相对比较多一些 我们前面举了好几个例子 好 这是第二个问题 就这么简单的说一下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前面举了很多例子 下面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这个需要给大家展开 特殊项目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第一个是 为作为资产负债确认的项目 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某些交易或事项发生以后 因为不符合资产负债的确认条件 所以呢 它没有体现为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负债 我们前面讲的都是 根据资产的张便价值 跟积税基础基础基础比较 或者根据负债的张便价值 跟积税基础基础基础比较 但是某些特殊事项 它并没有体现为资产负债 但是按照税法规定 能够确定其积税基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将其张便价值 视为零 然后与它的积税基础 进行比较 从而产生暂时性差异 这什么情况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例子 税法上有一个规定 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 和业务宣传费 注意 这不是业务招待费 有的同学学税法 还有一个叫业务招待费 这是叫业务宣传费 什么叫业务宣传费啊 广告费很好理解 业务宣传费 有的企业比如说 给客户发放一些礼品 在这个礼品上面 礼品带上面呢 有印上一些logo 是不是 做一些宣传 或者说印发一些传单 那么像这些宣传单啊之类的 这些发生的支出 统称叫业务宣传费 除另有规定之外 不超过当年收入的 销售收入的15%的部分 准于税前扣除 超过的部分 不是不让我们扣 可以准于向以后年度 纳税年度 结转扣除 那么这类费用 在发生时 按会计准则规定 进入当期审议 比如广告费 我们要进入销售费用 既然进入销售费用呢 那就没有形成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 但是按税法规定 可以确定它的积税基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两者之间就会产生差异 资产 它不是资产是一项费用 那么费用呢 我们视它为零 金额为零 那么与积税基础之间 就产生差异了 我们下面呢 结果教材一道立体来分析一下 14题 A公司2007年发生了 2000万元广告费支出 发生时 以作为销售费用 进入当期损益 那就是借销售费用 代银行总款 2000万 税法规定 该类支出 不超过当年销售收入 15%的部分 允许当期税前扣除 超过的部分 允许向以后年度 结转税前扣除 超标的部分 也是可以扣的 将来可以扣 结转到以后年度 我想问大家 这个问题 类似于我们前面 讲的什么情况 职工教育经费 当期税前 按照规定的标准 扣除以后 超标的部分 结转到以后年度 这个也是 假定A公司2007年 实现销售收入 是一个亿 一个亿的15% 那就是1500万 1500万 A公司本年度 发生多少 2000万广告费 2000万广告费 本年度 只能税前扣除 1500万 还有多少 超标了500万 这个500万 不是不让我们扣 结转到以后年度 以后年度 可以税前扣除 那本期 多了500万 这个2000万里面 不是多了500万吗 那么多了这个500万呢 这个500万 本年度要纳税调增 要多交税 将来 明年 我们假定销售收入 还是一个亿 那还可以1500万 假如明年 我没有发生广告费 那你上一年的 可以结转到下一年的 那个500万 可以扣掉的 所以下一年会怎么样 会少交税 看一下教材的分析 该广告费支出 应按照会计准则规定 在发生时 记住当机损益 不提案为期末资产 负债表中资产 如果要将其视为资产 我们将其视为账面价值 为零的资产 这什么意思啊 打比方说 我现在手上有2000块钱 现金 这是资产 没错 但是我现在的这2000块钱 我们出去吃一顿饭 花费掉了 支出了2000块 那这个时候就变成费用了 变成费用了 那么此时 我们视为是账面价值为零的资产 这样的理解 按照税法规定 该类支出税前列支 有一定的标准限制 根据当期A公司销售收入15%计算 可以税 当期可以税前扣除1500万 当期未雨税前扣除的金额多少 500万 这个500万可以结账到以后年度 那么它的计税基础为500万 什么意思啊 这儿呢 我们是把这个费用 视为是一项 扎编价值为零的资产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前面所讲 资产的计税基础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理解 所谓资产的计税基础 是指该项资产 在未来期间计税时 可以扣除的金额 那么该项 扎编价值为零的资产 本期税前扣除1500万 将来可以扣多少 将来可以扣500万 所以它的计税基础为500万 这样的理解 好了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扎编价值为零 计税基础是500万 那有差异吗 有差异 对于资产来讲 我们把它视为资产了 视为资产了 扎编价值为零的资产 对于资产来讲 当然扎编价值 小于积税基础 这是小于吧 产生什么样的差异啊 可抵扣暂时的差异 为什么呢 未来期间 我可以抵扣 我可以抵扣这500万 所以呢 属于可抵扣 暂时的差异 可抵扣暂时的差异 在符合条件时 要确认 地验所得税资产 我们到后面 还会给大家讲 在第四节里面 会讲到 什么样的情况下 可以确认 符合什么样的 确认条件 我们在这呢 暂且不管它 可抵扣暂时的差异 那就应当确认 地验所得税资产 那么就这道题 我下面给大家延伸一下 我们从考试角度 所以我们在讲教材 立体的时候 都给拖宽了 仅仅教材那一点点 是不够的 考试可能比它 要复杂的多一些 下面 首先假定A公司 是用所得税 税率为25% 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我假定广告费 已经付出去了 那就借销售费用 带银行存款了 这一项费用 视为资产 视为资产 我已经付出去了呗 我有像刚才举的例子 我有2000块钱 那是那是资产 当我把2000块钱 花费出去以后 那就变成一项支出 那么 也就视为是 扎免价值为零的资产 扎免价值为零 继税基础是500万 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所以产生 隔离购物资产 值金差异500万 要确认 地验所得税资产 500万的25% 下面这张表 假如让我们 考试填表的时候 销售费用广告费 这一单 扎免价值填多少 出去了 所以我前参零 前参零 计税基础多少 刚才分析是500 张表价值小于 计税基础 所以对资产来讲 角度不一样 现在我视为是资产 所以张表价值 小于计税基础 叫可理扣 如果你是负债的话 那张表价值 小于计税基础 那是一拿税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前提是 视为是资产 视为是资产 所以张表价值 小于计税基础 产生可理扣 暂时也差异 确认DN 所得税资产 那既然是这样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A公司07年的 所得税会计分子 怎么做啊 两件事 首先 英交所得税 英交所得税 在利润左右的基础上 纳税调增500万 这个500万 本年都不能税前扣除 我们这儿 是不是减过2000万呢 这2000万什么呀 销售费用 那么其中有1500万 本年都是可以 税前扣除的 所以还有500万纳税调增 这500万本年度 多交税了 是不是 第二年 将来实际发生了 我可以税前扣除的 那么 这是第一件事 英交所得税 接下来 地研所得税 刚才已经分析过了 产生了可理扣 暂时的差异 在复合条件时 确认DN所得税资产 借DN所得税资产 500万25% 代所得税费用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假计什么 广告费已经支付了 下面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那如果广告费 还没有支付呢 还没有支付的话 那它就不是 带银行存款了 那是什么 但是其他应付款 那这个时候 这变成负债了 本来是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我使为 扎免价值为零 付出去 它不就扎免价值为零了吗 那现在没有付 没有付 那就是负债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 分析的角度就变了 刚才 复合一是 站在资产的角度分析的 只不过是 账面价值为零的资产 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其他应付款 那是负债了 负债是两千万 那实实在在的负债 那我们就站在 负债的角度来分析 其他应付款 账面价值两千万 它的积税基础多少呢 那就要根据 负债的积税基础的定义 回忆一下 我们前面怎么讲的 负债的积税基础 等于账面价值两千万 减去未来可以扣除的金额的差额 叫负债的积税基础 未来可以扣除的金额是多少啊 未来可以扣除的金额是五百万 五百万 诶 那扣完以后 一千五百万 未来减去 未来可以扣除的金额的差额 是积税基础 好了 那么 填一下表 看一下 诶 这个时候填表 请大家注意 如果题目说没有支付 他就要其他应付款了 同样还是广告费 扎编价值两千万 在这儿 积税基础 刚刚算出来是一千五 扎编价值大于积税基础 此时产生什么 产生可理扣 暂时时间差异 那是对的 和我们刚才前面 已经支付的 最后分析的结果都一样 都是产生可理扣 暂时时间差异 本期纳税调增 将来纳税调节 好 那这样分析完以后呢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A公司在这种情况下 账务处理 首先是印交所的税 2020年印交所的税 等于利润总额 纳税调增 这没错 纳税调增 本期多交税 将来可以少交 编制分路 然后地研所的税呢 刚才已经分析出来 即使你仗在 负债的角度 分析的结果 也是可理购 暂时性差异 那么确认地研 所的税资产 代所的税费 那就对了 大家想一想 不管你是付了 还是没有付 对企业来说 还是没有付 对企业来说 他的会计处理 结果是一样的 印交多少税 那应该是一样的 还有产生可理购 暂时性差异 也是一样的 好 所以呢 我们再做题目 根据题目的条件 你是已经支付 还是尚未支付 两种情况 分别怎么样 进行会计处理 好 这个讲完以后呢 接下来再给大家 拖转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教材上没有 那就是什么呢 公益性捐赠支出 这个税法上也有个规定 税法规定 企业通过公益性 社会组织等机构 比如说通过 红十字会 基金会 慈善基金会 用于慈善活动 公益事业的 公益性捐赠支出 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 准以计算 因纳税 所得额是 可以扣除的 那我捐款 捐多了怎么办 捐多了不就超标了吧 可以 超标的部分 超标的部分 也就是超过年度 利润总额 12%的部分 准以接转 在以后三年内 计算 因纳税 所得额是扣除 注意 和刚才广告费 不一样了 这个地方是有 时间限制 要根据 你的利润总额 12%来算 在后面 还有三年 三年如果都还 没有扣除完 那对不起 那就不能再扣了 这和广告费 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给大家 再展开一下 根据相关的条例规定 我们来看一下 相关的税法规定 第一 企业当年发生的 就像刚才讲的 本年度捐款捐赠多少 公益性捐赠支出 还有呢 我们刚才不是讲了 本年度超标的部分 结转到以后年度吗 那么 站在本年度来说 如果以前年度 结转到今年的呢 那要合在一块 合在一起 总而言之 不能超过 当年利润总额的12% 这个部分 在本年度 可以税前购除 那超标的部分 就是刚才所说的 结转年度 可以结转到以后年度 结转到以后年度 但是一个限制条件 自捐赠发生年度的次年起 计算最长 不超过三年的时间 超过的部分 那就不能税前扣除了 所以企业在捐款的时候 不要赚大款 要不要激动 要做好财务规划 所以说咱们学做财务 做财务的 不仅仅要懂会计 也要懂税法 还要懂财务管理的规划 等等 好 这是给大家补充说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对似于刚才的广告费 产生可理扣 暂时性差异 本期纳税调增多交税 将来在三年之内 可以纳税调节 少交税 好 这是给大家补充一下 如果题目出现这个问题 我们要注意 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接下来 我们再看第二种特殊的情况 叫可理扣亏损 以及税环抵减 所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我们在前面学走的税 学这个所有的权意识 就讲到了 企业本年度发生的亏损 可以在未来期间 五年内税节补亏 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扩号二 可抵扣亏损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按照税法规定 可以截转以后年度的 未弥补亏损 即税环的抵减 虽然它不是因为资产 负债 扎免价值 与计税基础差异而形成的 但是它本质上 将来是可以弥补的 将来可以抵减的 所以本质上 可抵扣亏损和税款 抵减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本质上是一样的 都能够减少未来期间的 因纳税所得额 从而减少未来期间的 因交所得税 所以也视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应当确认 递严所得税自权 下面呢 我们结合教材一个立体来看一下 15题 假公司2007年因政策原因 发生经营亏损是2000万 按照税法规定 该亏损可以用于 理解以后五个年度的 因纳税所得额 我们在前面所有的选拟里面 不是讲到了吗 未来五年之内 可以税前补亏 该企业预计其在未来期间内 能够产生足够的因纳税所得额 预以弥补该亏损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本年度我亏了2000万 这2000万 在未来期间 五年之内 如果我有足够的因纳税所得额 可以弥补 可以补亏 比如在下一年 我实现3000万的因纳税所得 在弥补这个2000万之前 那我现在可以怎么样 先弥补这个2000万 弥补2000万以后 还剩下多少 还剩下1000万 就这个1000万去纳税 那其实对企业来说 那就是少交税了 是不是 那这个2000万 对在将来可以抵扣 可以低减 所以属于可理扣 暂时的差异 只不过是一种特殊情况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分析 该经营亏损 不是资产 不是负债的账命价值 与其积税基础 不同而产生的 但从性质上讲 它可以减少 未来期间企业的 因纳税所得额 和因交所得税 刚才已经讲过了 将来是可以抵减的 所以它属于可理扣 暂时的差异 那如果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 要确认 递延 所得税 当然前提是 五年之内 要在五年之内 要弥补掉 那下面给大家再延伸一下 就是这道题 如果编制 如何编制会计分落 假定假公司的 使用的所得税 税率是25% 那么2007年 所得税的会计分落 第一 因交所得税 因为本年都发生 经营亏损了 那也没有什么因交了 所以这个就不用管它了 但是产生了一下可理扣 暂时的差异 这个可理扣 暂时的差异 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 假定未来有足够的 一大税 所得额 可以弥补 所以可以确认 地验 所得税 资产 借地验 所得税 资产 带所得税 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其实就产生了可理扣 暂时的差异 是一种特殊情况 确认地验 所得税 那这道题 我们又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因交没有了 因亏损了 不交税了 但是 但它还有地验的问题 接下来 我们把刚才这道题 再延伸一下 刚才这道题呢 是讲在07年 发生亏损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进行 商务处理 为了让大家 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把前后都说一下 那就是看看08年怎么做 贾令贾公司在08年 弥补以前年度 亏损2000万之前 实现利润总额3000万 没有其他纳税调整 实际 那你今年有3000万 那这个亏损呢 正好是赶上第一年了 那可以弥补掉 那么2008年 印交所得税 等于多少 等于利润总额3000万 减去2000万 这个2000万就是前面分析的 可抵扣暂时音差异 本期可以抵扣 减去2000万 减去2000万以后 按照1000万乘以25%交税 250万 这对企业来说 这个2000万实际上相当于 抵税了 只要在5年之内 另外呢 因为你已经抵税了 那么这个差异相当于就转回来了 既然转回了 要做一个相反的快捷分路 刚才我们是产生可抵扣 暂时音差异时 借地验所得税资产 代所得税费用 那现在转回时 没有差异了 这个差异已经转掉了 所以做相反的分路 借所得税费用 代地验所得税资产 这样呢 我们把07年 08年都做一下 就更好地理解 这个差异 形成的时候 还有转回的时候 分别怎么做 好 那这是我们书上这道例题 那就是一种特殊的情况 可抵扣的亏损 及税款抵解 这种特殊情况下 产生的可抵扣 暂时音差异 如何进行处理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 补充一个参考 刚才我们讲的是一般情况 也就是说 本年度产生的产生的亏损 可以在未来期间 五年之内可以补亏 那么另外一个新的规定 请大家注意一下 自2018年1月1号起 当年具备高新技术企业 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企业 这两类企业 其具备资格条件 具备资格年度之前 五个年度 注意前五个年度 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 在特殊情况下 准备扣除 接转到多少呢 有五年延长到十年 这是我们实物当中 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题目里面出现了 这种相关的规定 那我们也知道 确实有这种情况 十年 不要我们做题目是不知道这个规定 然后题目说十年 然后就闷了 怎么回事 不是明明讲五年吗 有这个特殊情况 针对这类企业来说的 因为还是我前面讲过的问题 我们的考题考所得税 不仅仅限于教材的内容 甚至会拖宽到相关的 一些税法教材上的一些规定 所以我们在这给大家做个提示 好 那这个问题就分析到这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 下一节课我们再见